2022赛季中超联赛的比赛直播 中超联赛第24轮的一场较量 由上海海港对阵苍州雄狮 黄鹏再拿脚跟磕 看看海港的反击战 巴尔加斯好的 这步摆脱很清晰 再给保利尼奥 乌磊插左手碰当 保利尼奥看怎么发展 保利尼奥给乌磊 乌磊到地区里边 乌磊调整一下左脚选的掉后脚 有比较大的影响 右边 保利尼奥 保利尼奥看怎么发展 内斜之后的左脚射门 好球 险些轰出世界波 这个球角度极其刁端 看这次前场右侧的一个 任意球 巴尔加斯右脚开起来 这个落点 少铺亮失误了 头球再赢 再接力 少铺亮为什么第一下 这球砸在肩膀上呢 是有犯规吗 李文君 乌磊漏好球 保利尼奥 保利尼奥进去里边 左脚的射门 一比零 二十三分钟 二十三分钟 保利尼奥进球了 这是他本赛季第三个联赛进球 这个球呢 是接到乌磊的 无球漏球 来看一下 李文君 往中路塞 乌磊很轻巧的一漏 保利尼奥零 左脚射门 少铺亮因为这个站位呢 是出来封角度 他站近角 远角就留得那么一条缝 被保利尼奥利用了 这球没办法 打得确实太刁了 打得太刁了 这球高难度胜门 奥斯卡 又这边摔倒了 扣赛肯特挑过来给右侧 漂亮 进去里边 朴石豪扣 好机会 左脚大门 朴石豪 这个球扣完之后 以为就是个必进球了 但是他左脚吧 好像不太靠谱 没有选择打角度 打回来 朱克夫 保利尼奥也上身体啊 现在明显带着火药味了 这个比赛后边好看了 哇 这是黄牌啊 这明显是带情绪 保利尼奥明显带情绪 这个球是 一看就能看出来的 保利尼奥是带情绪在踢了 少铺亮也不满意上来啊 找保利尼奥要说法 这个比赛后续 肯定会出现更多的冲突啊 乌雷也参与到了 这次冲突里边 萨比提应该是 对保利尼奥这个动作 有点不依不饶 乌雷也在和萨比提 有一些小的推散 萨比提也急了啊 这比赛 肯定是这个跑不了的 刚才我们就说啊 现在所有藏着熊士队员 都在找保利尼奥 就是要奔着他人去了 这之间发生了一些 小的冲突和摩擦 然后后续 萨比提直接又飞散保利尼 真中流 左脚在往中路给 奥乌苏脚跟做球 和赛坎特转身了 再相给奥斯卡没有成功 但是海港的解围也没有踢好 和赛坎特扛住吕文君 脚下的油渣丸子漂亮 奥乌苏左脚的射门 这小球衔接还是很棒的 这边失误了 什么情况 给右四奥斯卡冲起来 奥斯卡面对于海 奥斯卡直接传 参面式也没有打手 给回来 有机会 萨比提再给 和赛坎特 和赛坎特直接选择了射门 奥乌苏 再靠 左脚再传 和赛坎特大爆弓 后连 哎呀 这个球没有打得目标 还有机会 可是好 这个球是吹 曹矮青 吹了曹矮青的越位 尿好球 很潇洒的一瞬 李文君再往中路给 把尔加斯 把尔加斯 推身后漂亮 李文君进来 李文君左脚传中 空门 二比零 陈春新 67分钟 陈春新进球 再来看 把尔加斯推没问题 没有任何的问题 非常漂亮 陈春新好像是用大腿 把球垫进去的 这球把尔加斯给的巧 李文君传的也好 电射当然打的也精彩 陈春花主赛班 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了哨音 最终上海港是2比0 上下半场各进一球 2比0的比分 击败了苍州雄狮